慈濟基金會議在馬來西亞、檳城新建的慈濟教育中心 這是一棟包含了幼兒園、安親班以及社交推廣等多功能的建築 目前工程進度已經完成了一半 五層樓高的慈濟教育中心外觀已經成型 目前工程進度已經超過一半 施工人員開始鋪設屋瓦 我們就是為了防止未來會漏水水做了雙層的屋頂 第一層樓是鋼片屋頂 在鋼片屋頂上面我們再加上霧瓦 它是雙重保護 擁有二十多年建築經驗的建築師楊逸圖 前來巡視工地 四季馬來西亞分會副執行長郭繼航全程陪同 楊逸圖對慈濟並不陌生 因為無論是馬來西亞分會進司堂或是緬甸希望工程 他都曾經參與 這一次規劃教育中心由於裡面有幼兒園安親班 對他來說依舊是個嚴峻挑戰 因為在做醫療中心的時候反而覺得比較習慣 因為做慣了醫院嘛 當做幼兒園的時候那個要 就是說幼小的小朋友 那個就有一點點在學習中就還在更改 因為覺得因為他的scale不一樣嘛 他的比例全部不一樣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點我還在學習 教育是人們的希望 未來這座教育中心在慈濟人與楊逸圖的細心規劃下 將承擔起當地教育的重責大任 大家新聞馬來西亞報導